人會老 器官會老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肌肉是可以慢慢訓練 把它給玩回來的 今天郭醫師要告訴我 你們 你的一個學生 32年都不太能走 他的情況是怎麼樣 今天有個影帶一起來看 看一下影片 這個帕友的會長 他本身是64歲 他已經有32年的 這個帕金森的病死 我們看到帕友 他走路都會動靈 會容易跌倒 結果給他訓練之後 給他一個不怕跌倒的環境 讓他一個訓練 你看第三天 剛開始的時候 單腳站只有3秒5秒 你看第四天 到了第16天 他可以連續踢3次都沒有落地 穩多了 感覺穩多了 所以密集的訓練 每天訓練 一天訓練3小時 他到後來還可以跳繩 等一下 他可以跳繩 對 沒錯 這人好驚訝 你看他怕有很多的 啟動的困難 有一些方法 讓他能夠克服這些東西的時候 再虛弱的人都有辦法 來適合他量身訂做他的運動計畫 所以他現在已經可以像我們正常人 這樣子走路了 一開始是這樣所謂的動靈 動靈狀態 對 然後現在已經變得可以正常走路 對 他還是會有一些動靈的狀況 因為這是帕金森沒有辦法完全克服 但是我們跟他一起來創造一些 所謂的36劑 就是他們怕有要啟動的時候 要有一個啟動的儀式 有的人是要甩手 有的人是要踢一個步 有的人是要深呼吸 有的是要退一步海闊天空以後 才能夠再往前走這樣 這是他們的一個啟動的儀式 因為他們在神經控制上面有問題 其實有各種各樣的病人 他們因為各種各樣的困難 而沒辦法運動 最重要的就是怕跌倒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不怕跌倒的環境 那就有一些方法來讓他訓練了 他訓練起來 只要願意動都會進步 你看21天 甚至這個大概幾天 他才3月14號才開始訓練了 到現在才18 19 20天而已 進步好快 進步很快 對 好 那除了行走之外 你告訴大家說 還有一個要訓練就是 可以的話 有一點點跳躍的動作 我們可以讓長輩 來做垂直負重的跳躍 但是要安全的環境 所以箭走上給他支撐的時候 他不怕跌倒 循序漸進 你先讓他做踮腳尖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很多次 可是你給他變化一下 先蹲下來一點 很快的夾屁股 很快的夾屁股 然後再來踮腳尖 踮腳尖 發力是在夾屁股是不是 夾屁股 然後踮腳尖之後 再來更強他就可以跳起來 但是長輩有時候會害怕 我請陳醫師來幫忙 有時候長輩會害怕 你就要跟他手牽手 手牽手 手牽手 跟他一起來 左右搖晃 跳舞 探戈 跳起來 跳起來 可以跳一跳 你手帶著他 他就跟著跳 有點玩遊戲的感覺 對 這種感覺 你帶他走路也可以 我們手牽手 無所謂 無所謂 都很開心 他有一個人陪伴的時候 這個陪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他安全就會願意做 主任剛剛用走的跟跳的 就是他對於我們的肌肉 我們今天提到肌肉跟骨骼 到底影響性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我們要記得 所有肌少症治療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最有效的還是回到運動 營養要補助 但是我們認為最重要還是在運動 要刺激他 對 肌肉的訓練 我們肌肉的大小也要訓練肌肉的強度 最後能夠有回到這個功能 然後他設計的這些運動 在讓你肌肉的力量回來的時候 加上一點負重 你知道我們光是做這個動作 這個振動對你的股鬆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回饋 所以我們在做肌肉訓練的同時 在做這種跳躍 那下來的時候不必輕巧的著地 而是你可以故意 重重的著地 對 當你訓練到最後的時候 可以回復到他 他剛才設計的這些動作 他是把這些拐杖 行手障 劍手障來補助 我們的病人的確很多人 不願意用拐杖 包括我的老丈人96歲 他起來他寧可慢慢的走 他很不願意去拿那個拐杖 我覺得那個心理 心理上 但是我們就希望他走出來 第一 我剛才要講了 步伐要大 步伐要大 速度要快 所以訓練這兩個 那老人家怎麼快呢 他有這個東西 我們用劍走杖 其實給他放在地上 讓他手撐著 他有個東西障礙物在這邊的時候 他會去跨越 跨越他自然有個目標在這邊的時候 他腳就會跨大了 平常他不敢 平常就是小小小歲步因為很害怕 現在有個挑戰這邊 所以他腳自然而然就會跨大 你告訴他 用腳跟去著地 所以他起來的時候 腳尖會翹起來 所以會訓練到進前機 然後腳尖翹起來 用腳跟著地的時候 自然而然步伐就跨大了 很妙 他沒有統計過 你增加步伐的同時 會增加你腦部的一些控制 因為你要控制你的步伐 你本來小歲步是不太用到力量 你試試看 你走兩步 大步跟小步 你看你有什麼感覺 就需要用到肌肉很多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就走得很輕鬆 但是如果跨大步 就沒有力量的訓練 你看我裙子還要拉起來 對 所以我有時候會刻意讓自己是 跨大步走 這樣子在訓練自己 對 所以我想借這個機會告訴大家 基地的訓練就存在於生活當中 對 減少肌少症 就是不愛好好的運動 好 郭義士 你說 比方以劍手帳來講 你說還有一些很簡單的小遊戲 對 還有很多很好玩的遊戲 譬如說你剛剛在跳 單純的跳舞比較無聊 你可以跟他剪刀 石頭 布 兩個人就可以猜拳 或是往前 往後 還有很好玩 帕金森是症的病人 我們一個叫大爆笑劍手帳運動 大動作 動作要大 然後要爆發力 要喊出來 要笑 他很有笑這樣子嗎 大爆笑 訓練腹肌 訓練吞嚴 訓練發音 所以都對帕金森的病人 很有幫助 好 所以這些都很棒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難 就在現在 你的家裡頭就可以開始來做了 從腳跟的負重開始來做 那也提醒大家 如果女生的話更年期之後 男生的話大概65歲以上 一定要去做一個骨質密度 如果我們剛剛說髖關節這種比較 詳細的骨質密度檢查 好好保護你的骨質 才可以走長遠的路 下次見 掰掰 其實你只要按照份量吃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吃得又飽又瘦 因為我們減肥會失敗 常常就是因為你吃錯了 結果飢餓感馬上就來了 對 我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散下來 這一年多來 我都沒胖 越來越散 快來加入健康2.0 YouTube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觀看線上專屬課程 還有好禮送給你喔 好也好